我們開始周後3 我是取一個諧音 我原本叫做老瞻雜貨店 可是那個時候後來我覺得好多 好多的部落格或者 或者一些節目他都用什麼 什麼雜貨店我就覺得 跟人家都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改個名字 然後之前是原來有一個 FB有一個開心農場 然後 我覺得 早期我是叫做老瞻的快樂牧場 可是那個時候有一段時間 我覺得我不是很快樂 所以我就把快樂拿掉 所以我就叫做老瞻牧場 然後牧場就是取 因為通常牧場是養很多 養很多那些畜牧類的動物嘛 但是我的牧場就是也是很多木頭的動物 所以我就叫老瞻牧場 然後跟木頭都有關係這樣子 因為從小我們這旁邊就是木材行 然後 我們很多的小時候的用具 很多的用品都是木材 所以我那時候會覺得 木材是一個 生活上很重要的東西 然後我小時候就曾經想要 用木頭刻一個煙斗給我爸爸 然後 可是 那個時候不會去處理挖洞的事情 所以到後來就放棄了 不過我對木頭這個東西一直是非常的 非常的 喜歡 然後到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老婆帶我去參觀花蓮市的 藝品店像那個 八面玲瓏 然後就開啟了我對藝品的 就覺得我可以做得到那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我不會做得比他們差 然後 所以當時就 我自己會開始用最基礎的美工刀 去海邊撿漂流木 雕歌送給我那時候的女朋友 現在是我的老 好浪漫喔 哈哈哈哈 我當兵的時候 我 有時候 我的公司包裡面都會 帶著一把鋸子 我那時候在金門當兵 那只要有一些小小的空檔 我就會 在外面鋸一段 阻止或者木頭回到營區 然後就 利用我們戰備的 很無聊的時間 就開始在那邊 雕刻 所以 我在當兵的時候也是 一直在持續的這個 練習的這個時間 最早是在高中的時候 主教的時候有參加過 東海岸健行隊 所以那時候 也曾經在 獨欄國中住過一個晚上 哇 然後 所以 那次的 整個走海岸線的體驗是 後來就是 我就要參加加入藍市集 然後 對我跟那個台東的連結 更 更多 這樣子 嗯 其實我有時候會一直去觀察 路邊的山壁 或者說 一些樹下的一些苔藓 因為我覺得它很有生命力 它的 顏色很清脆 嗯 然後 還有一些蕨類啊 菇類啊 這些 我有時候在 山壁前面就可以 對著他們看了很久 然後去 去認識他們 那我就覺得 那種顏色看起來對我來講是很舒服的 所以 我就想要用 用一些零碎的木頭 我做剩下來的 木料 然後 就把它做一些打磨 用我的方式做出 蕨類的 菇類的 或者 苔藓類的樣子 嗯 我覺得是 很少人是用這種 木頭去做這些東西 因為木頭 它不容易 它不容易 它不容易去表現 但是我覺得我用我的 方式 呃 可以大概去呈現他的精神 當然沒有辦法很 很很像 但是我覺得 用木頭做可以呈現他的趣味 然後 我 去台東的話 我是想說可以介紹我的 我在做作品的模式 因為 我自己是覺得我是木頭的做木頭的外行人 然後 我 我 玩木頭的方式是用 磨的 我不會雕刻 而且我不太會磨刀子 那當然有時候我還是會需要用到雕刻刀啦 但是 我大部分的成型就是把我的造型做出來是磨的 那因為我的 這種的技術的限制 所以我在做設計東西的時候就會朝比較 比較圓 比較胖 比較短 或者比較可愛的方式去設計 然後 所以就慢慢變成我的風格 然後我這次是想說可以呃 這樣介紹一些朋友 看看說 欸 用怎麼樣磨的方式 呃 可以磨出 呃 我們要的造型 不用說一定是要用雕刻的 或者用一些標準化的手法 然後 然後接下來我的 磨的之後的另一個重要的下半部的階段就是 我會有一個電燒的過程 然後 呃 電燒是為了增加它表面的紋路的質感 然後我再 接著再上 顏色 我的顏色是用壓克力顏料 呃 在壓克力顏料 不過它的配色跟 它的質感就是一個學問 呃 呃 我通常會 上完一次顏色之後做 做一次 用比較細的沙紙做 做一次打磨 然後它就會變成一個比較 比較溫潤的狀態 呃 這個是第一次上色 呃 打磨之後呢 就會第二次就是 有需要再上色的 或者在補顏色的 然後再做一些裝飾 然後就會 慢慢增加它的質感 變成我要的樣子 啊 其實我不知道我的 這個方式對不對 因為這是我自己發展出來的方式 然後我常常會 希望說有 比較會做東西的人 給我一些 建議 可以就是 可以我在我的 這個模式上 哪一個環節 可以做一些調整 但是我發現 每個人他都是在專精在不同的地方 只有我把這些不同的環節湊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有趣的方式 而且我覺得這樣 用這樣子在玩木頭 有點像是在 藍海 嗯 不是這種 就是不是那種紅海的 大家很競爭 我覺得在這個領域 競爭者很少 然後我就在這個 藍海裡面猶有 然後我是覺得 我很幸運的是 我找到一個 巧門 就是我用很簡單的方式 我就可以做出 做出 我要的形狀 然後 做出我要的 的作品 我覺得這個是 我很幸運的部分 做的事就是 我覺得人生最美好的事就是 會賣到天亮 就是跟一些 朋友 因為我小的時候 我這邊的環境就是 我們這邊租給 泰雅族的學生 他在這邊讀 讀作蘭石中 然後他們很多以後都 之後都當進來 可是他們在這邊 租房子的時候 住在我家的房子的時候 他們常常在那時候是民歌時代 他們常常在晚上 唱了很多 用吉他唱了很多的 那時候的民歌 然後小時候的 我對這種生活 是非常非常的 嚮往的 所以 我會希望說 有機會我到台東 是可以 有那種 黑麥到天亮 雖然我很多歌 我不會唱 可是 我會在旁邊 靜靜的聽 然後靜靜的感受 有時候就跟著唱 然後喝一點酒 這是我覺得人生最棒的 謝謝